我们称他菩萨 称他蚂蚁菩萨 蚂蚁很欢喜 这个人很尊重我们 称我们是菩萨 我们在这边工作 他在这扰乱我们 我们请他离开 不要妨害我们工作 他就走了 很听话 蚂蚁通通走了 还有两三只 怎么这两三只跑来跑去 在佛岸上跑特别走 晚上 有一个小法师做了个梦 蚂蚁来告诉他 他们不是 他们在巡查 看看还有没有 有没有走的 他是有任务的 好像有四只蚂蚁的时候 他们来巡查 所以我们不能错怪他 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通通都走光了 还有几只 你们是不是巡查的 佛高 迷了 于此世界 这个世界是 苏婆世界 不是地球 是苏婆世界 有 720亿菩萨 一曾供养 无数祝福 执中 得本 当身 必顾 这是江苏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 现前 这一个教区 地球上 没这些人 我们现在地球上 居民 才 67亿 不到 71 67亿 你看 721菩萨 所以这是 苏婆世界 苏婆世界 也就是讲的 六道 十八戒 这是释迦牟尼佛的 教区 在这个教区 在释迦牟尼佛 法运 这个阶段里面 将来 念佛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有721亿 那我们在不在其中呢 就得看自己 自己真意性 切约 这一生就成功了 不要等来生 就在这一生当中 成就 菩萨共佛 成就善根 我们要学 师尊这个教诲 我们可不能 疏忽 学信徒的同学 用什么供养 祝福 这个祝福是指什么人 花言经上 世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本来是佛 过去佛 已经成佛的人 那个数字 没法子计算 现在福 社方世界的祝福 一个世界 有一尊福 这个世界 无量不变 无竞无数 我们在华言经 你看看 世界成就品 华藏世界 讲得很多 讲得很清楚 现在福 未来佛呢 未来佛是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将来都要成佛 云飞远动 苍蝇蚂蚁都会成佛的 不能轻视 他很聪明 他有灵性 那 说佛的人 要把他们都尊重 看成菩萨 跟我们非常合作 我们在最近这十几年当中 跟小动物沟通 跟他们交流 我们共存存 共荣 互不伤害 真正可以做到 活目相处 平等对待 那这就是 供养 供养里面 最重要的 是 依教修行 供养 我们真正修 给他做榜样 他看到 他也听到 他懂得 我们在修 他跟着我们一起修 你 云飞软动 这些小动物 都不留 都有灵智 用我们的话来说 都有受想行事 要好好的去看待他 我们称他菩萨 称他蚂蚁菩萨 那么他也很欢喜 他这个人很尊重 称我们是菩萨 他懂 他不是不懂 我们在这边 去这个 工作 他在这扰乱我们 我们请他离开 不要妨害我们工作 他就走了 很听话 蚂蚁通通走了 还有两三只 怎么这两三只 跑来跑去 在佛岸上 跑特别走 晚上 有一个小法师 做了个梦 蚂蚁来告诉他 他们不是 他们在寻常 看看还有没有 有没有走的 他说有任务的 好像有四只蚂蚁的时候 他们来寻常 所以我们不能错怪他 所以以后我们就知道了 统统都走光了 还有几只 你们是不是寻常 小动物 通灵性 不当动物 植物也不例外 树木花草 我们的菜园 种了很多菜 都通 都通人情 所以 这七八二十亿菩萨的时候 范围很广 就是 如佛 善根深厚 这个善根深厚 从哪里来的 就是 光修供养 普天菩萨教导 离尽祝福 称赞如来 光修供养 灿出业障 你把这个 四个颗墨 做好了 认真去做了 这就是 陈酒善根 之中的本 礼节 很重要 不能疏忽 对人有礼貌 你欢喜 别人对我有礼貌 我也很欢喜 是人同此心 心同此礼 头一个是 礼尽祝福 从内心 升起恭敬心 最终要对什么 对未来 就是对一切 要有恭敬心 不能轻视 你轻慢 你就错了 不尊重它 是小事 损害自己的德行 自己的信德 不能限制 这产生障碍 是傲慢 狂妄自大 这是把自己的信德 把自己的善根 张开出来 所以佛 头一个 教给我们这种事情 儒也是如此 你看礼记 你翻开 第一句话 叙离乐 无不尽 跟离尽祝福 是一个意思 天主教的玫瑰金 是他们的早晚可送 我讲过 我的这个光碟 在天主教流通 第一段 就讲谦虚 谦卑 圣母 玛利亚的谦卑 耶稣的妈妈 对一切人 谦卑共敬 他做了一个 很好的榜样 他那个榜样 就是佛法将的 离尽祝福 称赞如来 我们应当要向他学习 中苦 古身先行 教导我们 引我扬山 别人有好的事情 我们要赞扬 要赞他 别人做的过时 绝口不提 决定不能把他放在心上 这叫修行 这叫修佛 为什么 我们修佛到底修什么 这个净土 净土修什么 净体上 把我们修学的纲领 都说出来了 修清净性 因为净体上 清净平等教 这就是净宗修学的总纲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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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